大家可以看我这盆幸福树的叶片出现了发黄的情况 那么这种叶片发黄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它叶片发黄的情况 我们会发现它是叶肉发黄 但是叶脉还是绿色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缺铁性黄叶 缺铁性黄叶是因为土壤偏减 导致铁人数被土壤固定 植株无法吸收到铁人数 叶片就会容易出现缺铁性黄叶 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效果快 方法很简单 首先我们先用硫酸亚铁稀释之后 给它叶面喷湿或者灌根 先调节好土壤酸减度 并且补充铁元素 让叶片能够尽快的恢复油滤 然后我们要知道硫酸亚铁 它是不能够长期使用的 要想让你的土壤能够长期维持一个微酸性 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在花盆里面 埋上这个微生物菌剂 它是可以调节土壤酸减度 又可以让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 还有利于根线生长 一个月在花盆里埋子 将土壤环境调节好 后期就不容易再出现这个缺铁性黄液了 特别是家庭 我们长期用自来水浇花 土壤很容易严碱化的 都可以用这个微生物菌剂来调节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